我們在整體上面看 我倒不認為就是說 現在一定是法定刑太輕的問題 而是實際在判決的時候 實際在判決的時候 就是法官在進行裁量的時候 或許他們對於重刑化五年以上 他願意判的比例是比較少 那我請問部長 拒絕酒冊的這些駕駛 他們是受刑證法還是刑事法 現在交通部還是在行政法的 這樣的一個主管 所以大概我們現在也只能夠以最高額來看待 我請問一下市長 華奧布林市長 在目前拒絕酒冊 華奧布有沒有要將他入罪的話 因為我們看到日本 美國 英國 如果他們酒駕拒絕檢查的話 都有相關的刑事的處罰 日本是處罰三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五十萬元以下的罰金 美國 許多州都有不等拒絕檢查的概念 如果你拒絕檢查 在該州都會受到拒絕檢測罪的罪事處罰 英國 你沒有正當理由的話 拒絕接受檢查 是要駕照紀錄要登陸四個違規的刑事點數 最高一千英鎊的罰金 或是由法院來禁止的駕車令 我們華奧布有沒有 沒有原理相關的入罪法的相關的概念 關於拒絕酒冊是不是要入刑罰 這部分我們確實也已經觀察到 其他國家的立法力 有這樣一個情形確實是沒錯 好 我請教一下司長 目前拒絕酒冊是指除以罰款九萬 或是吊銷駕照 或是車輛要一致保管 甚至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的獎息而已 他拒絕酒冊他有沒有前科 算不算前科 司長請回答一下 在目前我們的刑法裡面是沒有這樣 就是沒有 那你不是鼓勵社會大眾拒絕酒冊嗎 這個部分請法務部 也你將酒駕拒絕檢查 這樣的一個不好的惡劣的狀況 要入罪話 法務部有沒有問題簡單說明一下 這部分我們會來參考外國立法力 那我們也會跟交通部以及相關的部會 就這個問題來加進一步的研究 對